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你好 董彦老师好 这个眼泽一米75以上 顺便进入新冻区 最后一个两句 刚才先错了 我正错了 感谢传承300点 淘宁苏玉好容颜的 广域远订婚单 为观察区的女嘉宾 提供的暖心礼品 来 我来帮你问一个 如果不是顺位的话 你还愿意把12号 放在观察区还是新冻区 新冻区 好 谢谢 3号 我想问一下 你是对心动的女生 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标准吗 就是我喜欢女孩子 穿一些比较浅色系的衣服 还有她走路的那种气势 16号 阿宾 我想问一下 我的衣服难道不浅吗 我不太 我是一个有点小保守的人 我不太喜欢 就是特别暴露的那种 这种感觉 不太暴露了吗 也没有特别暴露 就是这个就算特别暴露吗 有 还好 所以你选了8号 就是因为特别不暴露 是吧 确实黄岚发现了 这个扣子还能再往上扣点吧 我给你看一个稍微相对中兴风一点的 24号 我是全场应该说十分保守的一个女生 而且就是我走路的时候也很有气质 然后有气质的同时呢 我也可爱一点 为什么我就站在这儿了 说心里话 就是您的穿搭不是我的菜 我不太喜欢这个感觉 就是我不喜欢女孩子穿的那个 半透 半遮的那个味道 透也不行 也就是王凯迪那样好了 又不露 又不透 好 看第一条片子 努力奋斗 其实并不可怕 但当你抛弃所有的一切 从头开始 可能就得需要一点勇气 大学毕业进入国企 公派南非 年薪25万 对于一个出出茅庐的大学生 已经足够优秀了 但年轻就应该多挣托 30岁 辞职 去到法国博尔多 读书学习 从年开始 领略了这一路别样的风景 现在回到国内 在广州从事红酒生育 其实人生就像梅城一样 我也会兴建身边的人 家庭美满 儿女双全 别人觉得我这样 截然一生 去努力奋斗也挺好的 我的兴趣爱好 真的还挺广泛的 喜欢摄影 这是在南非就开始培养的爱好 在摄影中 能感觉到大自然 给我带来的震撼 我应该算是 摄影圈里网球打得最好的 大学就是校队 还做过网球教练 我跟其他男生 好像挺不一样的 我经常会陪我的家人 朋友啊 陪他们去逛街 我会给他们一些 穿搭的一些建议 如果现在再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选择别的职业 我想我会做一名服装穿搭师 我现在性格的养成 全靠我傻白甜的老妈 和聪明睿智的老爸 在生活中 我是那种暖男的类型 我爸会告诉我 对别人的那种暖和那种好 是要留给女朋友的 当然啦 我一定会对我以后的女朋友 很好 很暖 7号 看到你说你是暖男 那如果女生来那个什么的时候 那你应该怎么做 因为我是非常关注 我另一半的这个健康的问题 然后如果是我女朋友的话 我会管着她 让她从前三天开始就要 不要喝凉的 不要吃辣的 这日子可真不好算 还得从前三天就开始 然后呢我会给她做姜汤可乐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给她买订婚单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 她就会好受很多 好 杨若男 刚才我站在那个前面的时候 你很长时间才选的 你是觉得我这衣服太暴露吗 你是那种很有气质的女孩子 然后很高 对 穿上高跟鞋 可能要过一米八 然后又可能比我都高一点 有点让我hold不住的那种感觉 来选第一个女生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 助农地图上为中选区女生 挑选爱心产品 好 来看她选的第一个女生是谁 12号 有请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大家好 我叫胡博 今天36岁 现居广州 胡博 其实看上去并不保守 对不对 我跟你商量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 她两个胳膊太透了一点 她这个衣服是透的 但我能看见清晰地看见她的胳膊 但是如果透到那种 我可以看到她里面的衣服 就会让我很不舒服 明白了 那裙子的长短有要求吗 不要太短就好 好 那这样算短吗 露膝盖可以吗 可以 拉倒吧 你刚才在后面 就跟孟老师在那说 那个学学学学 她一来就在找梁永齐 孟非老师 这就是那梁永齐是吗 对啊 很显然 她对女生的穿着的尺度 她有一套清晰的判断 这蛮好的 5号 我觉得男嘉宾是一个直男 就说话还蛮直接的 我觉得你异性缘 是不是还挺糟的呀 这个问题怎么答 我说异性糟的话 你就觉得我很直男 说实话 我的女性朋友比男性多 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很多 对 因为我周围的女性 一般都是老姐姐 怎么说呢 都可能跟我性格挺像的 就是假小子这种比较多 然后比较喜欢陪人逛街嘛 这样的话 我周围的女性的好朋友 也比较多 刚才片子里边有一句话 她说我是生活中 我是暖男的类型 我爸跟我说那种暖暖的感觉 要留给自己的女朋友 有这句话对不对 对 我听了有些女生说 我们都很喜欢暖男的那种类型 但是特别不喜欢那种 对谁都很暖的 我想听一听 大家对这句话的理解 黄岚 你觉得暖是一个人的特质吧 如果你是一个温暖的人的话 也许会对所有人都挺温暖的 这里面其实是有个边界的问题 你前半句说得很对 暖是一个能力 对 会去体贴和关心别人 让别人高兴对吧 但是呢 因为我只能对我女朋友好 所以其他的女性朋友 我就不能那么暖 我会收敛自己的行为 那孟老师你的见解呢 其实我认为 教养也好 温暖也好 这种特质是一个人 他具有的某种属性 体贴 关注别人的感受的 这种类型 应该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 但是如果一个 有正常情商和生活经验的人 显然知道关心别人 关心他人和关心女朋友 是有界限的 但是我觉得生活中 如果你们看到那一种 对谁都很粗暴 都很粗野 没教养 脾气有差 就是对女朋友 千娇百昧 呵护备智 此人一定是个坏蛋 您说对了 一定是个坏蛋 因为很多电影里面 打歌就是这样的 这些女孩看着电影长大的 觉得哇 太酷了 你看那大哥多彪爱 指谁打谁 对吧 就对他老婆好 我将来也要这样 他是不知道那个大哥多危险 10号 刚刚听男嘉宾对于自己 怎么照顾女朋友这个描述啊 比如说来大姨妈之前三天 就不允许吃任何的粮的东西 就是如果您女朋友 就是拒绝采纳您的建议的话 您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好 我也是觉得很好这个问题 在这一点上 我是完全坚持自己的 这个想法和建议 但是还好我的前几任 都是会很听我话 他们都会照做的 等会我来做个事 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 所有手都放下来 有两种男朋友 一种是叫他说的 从生理期来说 吃粮的东西确实不好 这个我们有共识 我是你男朋友 你必须听我的 就是不能吃 这是对你好 第二种是我跟你说了 这个确实这几天不好吃 但是你要这么喜欢吃这个呢 那么少吃两口 咱们一块少吃两口 这个可以妥协 这两种你们更倾向于 其他条件都一样 仅仅是在这个事的态度上面 24个女生 你们更喜欢哪一种 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喜欢第一种的举手 四个 四个 剩下的都是喜欢第二种的 来 给你做个参考 我想跟男嘉宾分享 我觉得是要判断一下 他对你的那个建议 是不是有道理的 如果是有道理也可以采纳 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你表达这个意思 你不要有那种强迫的感觉 说我一定要怎么样 否则就不行 对吧 你说我这是一个 善意的这个提醒 对吧 我就会来让我自己来判断 每一个人他不同的知识结构 不同的信仰 甚至是不同的生活环境 他都有自己的判断 如果你女朋友现在看你 你不要染头发了 染头发对身体不好 你不要穿大衣了 捂得浑身都湿热起疹子 如果他这样要求你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 你什么感觉 会很压抑 对啊 我们不能够就是说 剥夺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各种尝试的这种机会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规律 对 我建议你好好听听黄岚刚才 一个女人的对这个事的看法 最好的这句话是 我们不能剥夺别人成长的经历 这一点在我和我女儿的沟通当中 我肯定认为一个40多岁的男人 对生活的理解 显然比你一个20岁的姑娘 那要充分地多得多 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说这个话 但是我认为我没有权利告诉他 你一定要懂 我是爱你 我是对你好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听我的感受 你想一个20岁的女孩 把一个40多岁男人的人生约理 全部记在心里 并且这样做了之后 她的人生是什么样子 她跟她的小伙伴 女孩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的心态 人家都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 你想想看 但是我说我是对的 事实证明等到你40多岁 你就知道我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我要在20多岁的时候 就活得像40多岁呢 我不是这么想的 第二个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助农地图上 为中选区女生挑选爱心产品 来看男嘉宾选的第二个女生 11号 11号 你们别说她选的女生的穿衣风格 一以贯之 看下一条 在感情的经历中 我一直是处于学习的过程 我似乎一直不懂女生到底想要什么 三段感情经历 第二段是刻骨凝心的 我们俩相差十岁 一见钟情 一开始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女生各个方面也都挺好的 除了脾气 她的脾气真的是太暴躁了 还会过多的干涉我的生活 连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用什么样的牌子的手机 她都会管 我一直都是顺从的态度 但是忍耐也是有一个极限的 最后迎来的就是爆发 之后在法国认识了一个小女生 我一直把她当妹妹一样照顾 一开始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是不可能的 但是日久生情 她主动向我表白 我也跟她说清楚了 可能我们并没有未来 但是她的态度很坚决 我就想那不如试一试 说不定我们会为彼此改变 她是那种只会顾及自己的人 不会理会你的感受 在精神层面上 我们有很大的分歧 到最后我觉得还是不合适 可能女生也意识到了 就这样我们和平分手 现在我喜欢那种 有点小个性的女生 可以有点小脾气 你看看刚才那个片子里边 是不是说前面那个女朋友 管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管你用什么牌子的手机 你也不乐意对吧 这是一小部分 怕甚至比这还要严重很多 对啊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没有人喜欢被人管着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理由 其所不欲物事与人 是的 12号 你好 男嘉宾你好 我很好奇就是你的原生家庭 是你妈妈是个傻白甜是吗 是的 然后我很好奇你是想找像你妈妈一样 傻白甜的女生吗 也不一定 我所谓的傻白甜就是说她很善良 很愿意去就是宽容 然后去吃亏这一种 因为我也是个傻白甜 但是我觉得现在做傻白甜 好像不是很好 因为就遭遇的人啊 就是都不是很好 就很容易被骗啊 或者是干嘛的 以前我是想找一个人保护我 但是现在想着 要自己慢慢变得智慧一点 然后保护到自己吧 你的想法我觉得很对啊 人就是要这样成长的嘛 但是我认为 婚姻的幸福会有很多种样子 以我的生活经验 和我的工作当中 看到的很多婚姻状态是什么 比如说我什么都不会 我就是想做一个幸福的女人 我找到了那个爱我的男人 一直爱了一辈子 走完了一生 那是多么完美的事情 但是以今天现状来说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如果一个女人自己很强 我什么都会 我有很强的经济收入的能力 生活自理的能力 我什么都会 我碰到了一个幸福的婚姻 我过得很幸福 如果万一哪一天 婚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我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而另外一种 我什么都不会 我碰到了一个婚姻 如果幸福则罢 当哪一天婚姻出了问题的时候 你活都活不下去 你的生活就只能指望 另一个人来照料你 那是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 想家 男嘉宾您好 刚才看您的VCR里边 就是感觉您对恋爱的一种态度 还是蛮消极的 因为你对第二段的态度 是用了一个词叫忍受 其实有很多时候 有一些细节都已经表明了 你们中间有一些问题 但是您没有就是防卫度鉴 然后在遇到一些问题之后 也没有进行亡羊补牢 去把这些问题处理掉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您下一段感情中 您会避免掉这样的一个 消极的态度吗 我觉得有好几种吧 就是两个人分手原因 有很多种 然后我的性格呢 就是说很包容 很柔忍 我的底线很低 就对我另一半 但是她呢就是很作很作 非常作 最后触及到了我的底线 结果两个人就分开了 并不证明我对爱情很消极 但我很相信爱情 在下一段的话 我会很积极地去面对 好 最后留灯的是9号 来自湖北实验 武当山的一个跳舞的姑娘 她留灯愿意跟你说 这两个女生不知道 你可以用9号替换到 台上两个女生当中的一个 也可以不换 想清楚 不用换 看两个女生的三个关键词 陈琳 一 我的收藏 二 我的足迹 三 我的小怪皮 你选一个 我的足迹 上面一个是韩国 上面的是瑞士 上面的是迪拜 下面是巴黎 对 12号 一 生活乐趣 二 我是这样的人 三个希望 三个希望 希望男生不抽烟 有健康生活习惯 希望男生温和脾气 多做实事 少说虚话 她在说我 都反复了是吧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两位还很年轻啊 但是我问一个 比较冒昧的问题 如果两位以后有自己的孩子了 你们会用一种什么方式 去教育她们 是让她们负担很重呢 还是说让她们散养 让她们自己自由的这种 我觉得大方向是要管的 我觉得大方向是要管的 就是她的习惯 道德一定要是好的 其他的就可以 就是放大自由 来 12号 我教育孩子的话 我是希望我的好意思 是很温暖很快乐 然后很自柔的 就希望她有个人想法吧 18岁以后 我都会放养她 就是她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两位 给她的 建议 就是右边的孔佳琪呢 是摄影公司的这个文员 你不是也喜欢摄影吗 我觉得在这点上面 会有些共同之处 另外我能感觉到 你对孔佳琪的长相 还是很认可的 那么陈琳呢 可能比孔佳琪来说呢 可能更小女孩一点 那么这两个来说 我觉得推荐一下孔佳琪 我也推荐12号 第一个你们都在广州 地域很近 第二个呢 就是她刚刚讲的三个希望 你说就是在说我 我就是这样的好男人 对 完全巧合了 第三个呢 是她说她自己就是傻白甜 你看就是你的菜对吧 所以这么多共同点的话 你让两个里面 我给你一个建议 显然是12号 来 你的决定是 黑衣服 先看11号有没有留灯 再来看12号 拼多多村城勿扰 马上回来 拼多多村城勿扰 精彩继续 要不要请她稍微说两句 12号 我是一个其实比较追求 有点自由的人 就我觉得男嘉宾管得有点多 你懂吗 到最后 其实我们也不用委婉了 说得很明确了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 或者说对于年轻这个族群来说 其实没有多少人 愿意被别人掌控或者约束 好吧 谢谢孟菲老师 爱好上和意义生活上 我是很宽容的 我会给对方很多空间 非常感谢24位女嘉宾 也感谢两位老师 还有孟菲老师 让我知道以后 我在下一段恋情里 应该怎么更好的 去跟另一半相处 想要真魂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真爱网百合网 可以通过世纪家园网 或者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节目最后感谢拼多多 对本节目独家冠名 拼多多拼着买更便宜 感谢港农震蛋糕特约播出 感谢999感冒林特约播出 感谢广远地昆丹 感谢水中贵族百岁山 感谢明月镜片 感谢独家网络视频平台 优酷视频 上优酷看《非诚勿扰》 观看更多幕后花絮 及精彩内容 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梦想过就是加一个军人 我爱红妆 爱绿妆 我就是那个爱绿妆的人 好有礼貌啊 好有身材啊 那是你老师还好的是吧 《非诚勿扰》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反而是要靠实力的 我喜欢那种一瓶好的男生 会打扮的男生 非常有味道的男生 他就是要享受你的颜值 那一张歌唱的样 我一见你就笑那种感觉是吧 对 我觉得好老 没人要我 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